每年各位回來收看大明大方 今天的嘉賓是余淯美議員和郭卿議員 我剛剛說有肉沒有榮 是你們前主席的名句 覺得自己很辛苦 你都提出制度問題上出現問題 現在民建聯回到一萬五千多個會員 不止 二萬 厲害 二萬一千左右 那你絕對能夠correct 我都知道幾閒 那你們又不看解決這個政治架構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咒度是一個逐步的問題 制度的變化 你想不想執政 我們會朝有這個方向目標 另一個有一個模型 我們最主要的看法就是 在於如果我們對政府的支持 都希望不是一種制定出來的政策 一些錯的或者不準確的 我們變成了很大的受歡迎壓力 如果有我們的參與 我相信會對於 如果就算有任何的政策出現問題 我們都覺得值得去做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前主席的 議員又讓他去做這樣的說話 我覺得絕對不是有肉無榮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看到 不單止是說 派名仔可以 派到名仔 你看到是很敏見的 當然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但如果譬如政府是對那個黨好的話 那個黨也會變成 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去加入 因為覺得有政治前途 所以這個絕對是 你們就辛苦了 我們幾乎是被針對的 我們從委任好 或者有些諮詢架構 我們不認為我們真的有很多 我想說那個派錢那裡 因為派錢的決定很快 那時候48小時 本來 就是你說6000元 6000元 6000元派錢 現在呢 其實這個都是證實一樣的 他做了時間 因為稅他講過 利得稅和申豐稅 就要減到15% 利得稅17.5% 算到15% 申豐稅是16% 不知道是16.5% 不是 是低過 16.5% 是嗎 16.5% 又要降低到15% 計算加起來 都不會夠370億 不是 那一個長期 一個一次過 不過一次過 其實都是開了一個先例 沒錯 這個很重要 你一次過 你下一次不拍了 所以現在我們看看 我們neighborers 澳門 還要拍得多於香港 如果今天再派 就真的 以後都要派 我相信這次會不會派 很難說 我希望他不會 我也覺得可能性 又不是這麼高 還有他派錢的方式 人人都有 海外的都有 最慘就是這些 我覺得他應該派給有需要的人 首先你要看貧窮線 那一百二十多萬的人 是在貧窮線下派多些 政府連貧窮線都不肯定 這個其實 一認了 你這幫人是你的 我告訴你 我做他也要先量度清楚 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那次派錢 其實是反映一件 就是如果你說補王那個 或者建制那個 你說你不贊成的政府 糟糕 他站在那裡 所以千萬不要說有欲無榮 因為你永遠都是 說來說去都是 不是 說來說去都是說票的問題 那就是 你有票就是有票 你在立法會裡面 政府就是要聽你 你是事實就是這樣 那你政府就是要聽你 你有很多 所以最好 不如讓你執政 你自己負責 所以這個有一個制度的問題 你說說 你有147票的選委 差3票就可以自己有 為什麼不想 三票你不要拿三票 三百票 但是這個是不明白的 放下去147票而已 如果我的黨 舊黨 如果147票 我死人自己走出來 是怎樣 唐卿年做官 是第二把加議 但是他哪有 相對的支持 好像一個政治組織 梁振英根本不用說 講都多餘 他是沒有相對的票 因為他沒有政黨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容易執政的就是 講件數的話 就是民建聯 所以那時候 2001年的時候 立法會是討論 這個特首選舉 那個條例的時候 當時我已經說了 我說你不應該說 阻止的特首 是有政黨的背景 事實上你是要想 你從一國兩制 從港人治港來講 你沒有理由限定 那個特首是不可以 隸屬任何政黨 就算是隸屬任何政黨 一選到這個問題 其實整個制度 都在西方的議會制度下 西方的議會制度就有政黨 選舉的時候 你有個團隊 你知道選到誰 所以這個將來的發展 你不能夠用一種人為 可以擋住這個 一個已經是發展出 成熟的議會的規律 所以產生的問題就是 議會上沒有支援 沒有支持 這個也是雞蛋和雞的問題 我想問一個 這個政治問題 我們大把時間 不是今天 他講了自己 仍有錯誤的就是 尼德瑞和新鋒稅 沒有做到的 你認為這件事 要不要跟進呢 我們對尼德瑞 我們不是覺得一定要減的 17點 我們這個公點 就是一直 尤其中東我們都沒有說 他要減 不過他自己也提出來 現在他減不到 就是還未完成 現在是他 在新鋒稅方面 我們主要在稅街方面 我們覺得應該要去處理 就未必一定是 當然減低一點 我們會 我同意你的看法 在稅街上會做 因為你照顧那些人 你要知道哪些人 需要先照顧 其實菲哥 我們公民黨 都有提了 給蔡爺 財政預算案的意見 我們也跟他說了 就是有十大稅務方面的寬免 就不是說減稅 就是說你免稅額那裡 你要提高很多免稅額 譬如單親的 或者你個人的 甚至我們覺得 應該有新的免稅額 就是譬如租屋 你自己沒有屋的 你要租屋的 也都是要有這一類的 這些稅務的寬減 這個是更加重要 你去減利得稅 因為現時很多中產 根本是真的享受不到 或者是真的體現不到 政府對他們 很慘 我覺得他們流打轉 這些都是要 中產要比帶來 其實最重要的是 一些稅務的優惠 我相信這是最現實的 對他們最能夠感受到 而政府也有很多錢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講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合理一些的 基層的或者比較貧窮的 他們可以透過很多的社福利 在這方面提供 包括住屋、中環等等 但是中產也沒有 你這裡呢 反而我是介意 我覺得應該要做多些部分 你認為 應不應該我們政府裡面 很清楚成為一個 什麼叫貧窮線呢 下面的人 我們可以照顧上面 你拉潮州屋 自己會自己 貧窮線我覺得是一種形式 實際上 是不是一定要去做出來呢 結果有到貧窮線 之後的跟隨是怎麼跟隨呢 你有沒有意思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跟隨的 有了 你的措施可以更加針對性 是的 有跟隨性 如果不是 一去到貧窮線之後 我們有什麼東西 政府會給出來的 其實你和最低誤價 容易給很多 很多容易 你想想一下 我那時候想回 最低公司28元 最重要是多辛苦 才拿這些 就算你派錢 你也可以只是派貧窮線下面那些 最近我們的廠家 在東莞節 叫救命 因為政府提高到 什麼最低公司 明天就實行 實行 實行 這個東西很精準 香港是不會的 香港是不會的 自己的資訊 有法律 現在煲胎剩下幾個月了 你認為它可以做什麼呢 這七個月 我覺得都是一個 看守政府的模式 六個月 你現在的 只能夠去完成 有些限制會議成員 有些官 跟私人的朋友說 別搞了 但是 換屆那時候 現在實際上是換屆 大家的注意力 一定是放棄 對不起 我不是看美河俊仁 或者是福音 他現在 民調中間只有8% 我想真的有限 香港人真的很聰明 想著無論怎麼選都算不中 小燕鎮選舉 那兩個 希望 他要想 哪一天 他的班子都未開球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有些特別的現象 我們這個節目 一直會 bring out 多謝你們兩位 今天參加這個討論 其實 布泰自己認為 盡了力 我們看看歷史對他的評價 我最希望他不要再搞什麼新事出來 抗收政府 抗收政府 抗收政府的角色 完成他 曾經承諾的事 他想有違政府來的 不過 不介意 還有半年左右 換班了 多謝兩位參加今天透露 明天希望各位繼續收看大明大方 拜拜